就在刚刚哈佛正式公布了全新SUV酷狗的上市价格 12.38万到14.98万元 那这个价格呢 比之前公布的预售价要便宜了几千块 最可见哈佛对这款车的诚意 其实你通过视频会发现这款车 它有的非常年轻时尚 又透露着一股复古的这种外观造型 走在大街上有的非常高的回头率 那另外呢就是说 它用了一些非常好的科技配置 它全系标配22级的自能驾驶辅助 全系标配这个360全景影像和透明底盘 所以你可以发现 它对于这个科技配置拉的是比较高的 另外呢它的动力也是不错啊 有一点5T高低功率两个版本 一点5T高功呢 对它可以爆发184匹马力 那么也是大狗现在在用的主力发动机 另外呢它还有着非常不错的接近脚离去脚和最小离离间息 那么再配合上伯格华纳的智能市区系统 让它成为15万以内啊 远远能力非常不错的一款这个SUV车型 那这款车其实说它有着非常明显的这个个性啊 非常鲜明的特点 那么可以说成为这个继大狗之后 哈佛推出的又一款适合年轻人的这个潮库作家 我们也期待酷狗啊 有着非常不错的市场表现